大家好,我是易奕 嗨 然後呢,我剛剛有在108有稍微舉辦了一個小小的回饋工作坊 那主要就是針對我們夏日圓令征等營的課程 以及最後結宴室再結合黑客中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給予一些建議跟回饋 那這一個共筆呢 大家現在也是可以少一下 就是可以一起來編輯 如果你針對我們的營隊有什麼建議或是想回饋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編輯 那剛剛呢 我們剛剛有了解到說參與者他對於哪些課程的印象最深刻 那各位講師們或是學員們也可以在上面就是分享你對於深刻的一些課程 那除了印象很深刻的課程之外呢 我們也問大家說那上完這些線上課程實際來到黑客中之後你的感受是什麼 那其實大家回饋就是還蠻讓人感動的 就是有人就是說就是他覺得透過線上的方式學習 然後再參加黑客送 那其實會有很多的說 因為在課程上可能你比較多的是一些 就是比較是技術或者是說比較是單純的上課 但是來到黑客中你會看到更多的經驗 你看專案怎麼進行 那像你看到的可能是更多貼近現實的一些應用 那比起真的在像線上課 你直接走到黑客中現場來 那可能會有更多的成就感 有更多的反饋 那對於這樣子的建議我都覺得很開心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這次營隊有新增這個官方LINE的課程驗證系統 那也有人說就是覺得這個官方LINE的自動回饋機制 還蠻讓人有成就感 讓人有上課的動力 那也很歡迎大家可以來小學校的官方LINE玩玩看 那大概到31號左右這個課程認證系統就會關閉了 那這些大概是回饋 好那再來就是有針對這次營隊的一些建議 那我簡單整理一下有哪些建議 首先是在課程推薦上面 那有些人是說他們覺得可以增加那個心理測驗 可以有心理測驗推薦課程的一個機制 讓大家可以去進入到網頁之中 會更知道說自己想要上什麼課 那或者是說在筆記上面 你還有一些推薦的課程或是推薦連結課程 那也可以分比如說AI的初階課 AI的研修進階課 那這些都可以讓參與者在上課的時候 可以更有方向 不會在茫茫的65堂課之中迷失方向 好那還有人說就是可以用AI就是抽取讀字稿 然後總結關鍵字 那這樣也可以更讓大家了解說這堂課在上什麼 那再來作為這個課程推廣的部分 也有人認為說可以推薦給這個學校的暑假自主學習的作業建議 對 然後還或者是什麼有庫克林的微學分 或者是說提供公務人員實數認證 那這些我們之後都可以在堂誌努力看看 那可以做更多的地方 是有一個人提供說他在上課的時候 然後他會自己做這個課程的學習表格 學習歷程的表格 那可以提供這樣子的一個範本 然後讓之後的參與者可以直接建立部分 或是直接在上面一目了然說 那哪些課程的時長是多少 大概要花多少時間 然後可以在那邊做一些筆記 那這樣建立這樣的一個筆記的模板的話 那其他人對於這個課程也可能會更有概念 會更知道要怎麼樣去學習 還有就是有人說就是可以以單捷克為單位 結合hypersons製作徽章 有點像同軍的徽章的感覺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個疑問 就是因為我們在編輯這些課程的時候 發現上字幕實在是太痛苦了 就是如果大家有很推薦的就是 校對字幕的方法的話 也歡迎推薦給我 或是直接在上面一邊文件 那總結來說大概這一次的原例真理就是這樣 那我的回顧就到這邊 那最好